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由于该地区放养绵羊和出口绵羊注粮是最多的 因此也被称为是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近年来有很多人都开玩笑说 这里将会诞生一个新的省份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下面就来跟小编一起了解一下吧 众所周知 澳大利亚面积广阔 领土面积大约为761.8万平方公里 几乎占据了这个大洋洲 不过却是地广人稀 劳动力相对来说比较贫乏 因此当地一直对移民政策是相当宽松的 澳大利亚资源丰富 工资水平也是很高的 这样就吸引了很多外来移民者来此定居 这其中就不乏有很多中国人 而且可以说是人数最多 据有关网络数据显示 移民到南澳大利亚的中国人数 已高达100多万了 这个数量可以说是很惊人了 相当于我们国家一个省份的人口数量了 难怪很多人都说 这里相当于中国的一个新省份 而不是说我国将要新增一个省份 而加入了中国人的地区 自然也就融入了很多 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和特色 去过澳大利亚旅游的小伙伴们 可能会发现 在澳大利亚的街头 经常会看见一些中文的招牌 而在春节时 澳大利亚的原住民 也会跟着我们国人 一起穿上喜庆的衣服贴唇帘 跟中国朋友恭贺新春 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哦 怎么样小伙伴们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留言哦 本期的《猫狗游世界》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击订阅关注评论和转报哦